最折磨人的感情,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又不舍 人为什么沉默,看透了对别人就宽容了,看淡了就不再耿耿于怀了 感情为什么让人受尽折磨,明知道不能爱却爱了,明知道不能继续却无法忘怀 爱而不得,舍而不惜,就是人最大的悲哀 道理都懂,可是却学不会看看 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成熟,学会了沉默,却学不会笑着死怀 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倾心,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倾诉 相逢已是一种幸运,又何苦让相邻变得那么悲情 有些人注定无法拥有,遇见就已足够 如果一个人记得你的喜好,在意你的感受,惦记你的冷暖 那么这个人是爱你的人 如果一个人让你整天魂不守舍,开心的想跟他分享 难过的想跟他倾诉,那么这个人是你爱的人 无论是遇到爱你的人,还是遇到你爱的人 都应该感恩,感激他在你的生命里留下的印记 感激他曾让你有过那样温柔又温暖无比的感受 不管以后的你们陌生到了怎样的状态,都别忘了对方的好 因为有过温暖的交集,所以不舍得挥去记忆 因为最后又失之交臂,所以不敢太沉溺回忆 有情有义的人都不会把名字真正忘记 过去的往昔,依然是一生最美的醉意 有些人虽然无法拥有,遇见就已足惜 忘不了的还是要淡忘,忘不下的终究会成为过往 有人说每一个晚睡的人心里都有一个想要聊天的人 你不一定会找他聊天,但你知道他一定也很晚才睡 看到他发朋友圈了,给别人点赞了 你明明知道他现在在刷抖音,看电影 但你就是不敢给他发消息 只是盯着他的头像看了很久很久 有时候会突然就心情不好,不想跟任何人交流 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间里 有时候也不是不开心,但是会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会发很久的呆 有时候会单起循环,听一首歌 只为感受那种悲凉寂静的感觉 有些人明明有着敢爱敢恨的魄力 可是为什么遇到一个人后,就变得纠结不堪 拖泥带水,变得爱得起却放不下 深情的人最无言,深情的人会苦苦折磨自己 表面无声无息,无关痛痒的面对身边的人离去 可是背地里却难受自己,无人能懂 我的孤独是被你遗忘的忧伤 明明笑得那么狂,黑夜却让我无力隐藏 泪丝了眼眶 相追一场放不下的人终究是最难忘的 相伴那么短,遗忘那么长 一个转身再也见不到彼此的模样 往事那么深,心事那么伤 忘不了的还是要四则淡忘 放不下的终究会成为过往 2019愿你进王室一杯酒,再也不回头